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内阁同意明年1月起让电照摩托车服务实验性上路半年 香港科大学生躲催泪弹坠楼重伤 学生包围校长长达五小时讨说法 随着政府亮绿灯让一些电照摩托车载客服务进军我国后 内阁同意明年1月起以实验性阶段 让电照摩托车服务上路半年 更多详情我们马上连线人在国会现场的本台记者邓颖慧 颖慧请说 是的 经议公正党斯迪亚旺沙国会议员纳兹米 今天就在部长问答环节询问交通部长陆兆福 关于我国的电照摩托车服务呢 像是Digorai还有Gojek呢 几时可以上路 同意时 是否已经完成理订相关的管制法令 那对此呢 陆兆福就表示了 内阁已经在这个月的1号呢 同意电照摩托车服务公司呢 在多项法令下 就包括了这个交通路路法令等等的管控下呢 推出这个电照摩托车服务 而政府呢 允许落实有关服务的主要目的呢 是因为要扩大国内公共交通的覆盖范围 其中呢 电照摩托车将成为最初和最后一英里路的连接工具 那已经更多人使用这个公共交通工具的 政府已经同意了 有兴趣并注册的相关公司呢 能从明年1月起 进行为期半年的试跑活动 而这段期间呢 相关公司必须遵守 交通部开出的五大条件 那我们来听听这五大条件包括了什么 那至于第四项呢 则是司机必须穿上特定的服装 以及在摩托车上贴上标志 那最后呢 则是司机必须全面遵守交通规则的 那路兆福就补充了 当局需要观察这个试跑计划是否成功才立法 预计呢 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来草拟相关法案来管制电照摩托车的 那另一方面 路兆福有提到这个柔心捷运计划 他说呢 我国和新加坡将在明年的四月签署协议 他强调政府呢 绝对不是展颜有关计划 而是呢 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协商当中的细节 因此呢 需要耗时半年的 那当中呢 是需要修改到三份协议 就包括了双边协议 联营协议 还有这个特许经营协议的 好的 以上是记者颖会在国会为你捎来的资讯 现在我们把时间交回给敬意 伊马案关键人物刘特佐被曝 透过投资计划砸重金 取得塞浦路斯护照 除了当事人发出护照的塞浦路斯政府 也成为舆论焦点 迫使该国内政部长军事坦丁诺 星期一指出 当局将会重新检讨有关投资计划 军事坦丁诺透过社交媒体指出 塞浦路斯政府将会检视当地媒体Politics的报道 并检讨从制度漏洞来获取欧盟公民权的案例 与此同时 在未时期发出护照给刘特佐的 塞浦路斯前内政部长苏格拉底 同一天也指出 如果证实刘特佐犯罪 当局就必须取夺刘特佐的公民权 他还补充 自己是在警方亮绿灯 指刘特佐没有犯罪前科的情况下 发出护照给对方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刘特佐申请塞浦路斯护照的时候 正值2015年9月 也就是一马丑闻 开始爆发的时候 香港反修例风波延烧五个月 外界一度谣传北京政府计划 撤换特首 不过中方已经强烈否认这项说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趁着官方活动会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表明中央对林郑 保持高度信任 给予充分的认可 习近平再次强调 恢复社会秩序是香港当前要务 习近平昨晚在上海出席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聆听林郑月娥汇报香港近期 举事后表明 特区政府在林郑的带领下 克进职守 努力控制局面 中央政府非常信任他 但无论如何制止暴乱 恢复社会秩序 维护港民的福祉 依然是特区政府的首要任务 希望香港全面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维护地区稳定繁荣 香港星期日的七区开花集会 演变成多区暴力冲突 一名科技大学男学生怀疑在躲避催泪弹时 意外坠楼昏迷入院 科大学生号召校内集会 把委校长长达五个小时 要求跟进事件 校长史维一再表明 必须等候警方调查 学生并不认同校方的做法 炮红校方没有具体行动 11月3号的七区开花集会 最终沦为暴力现场 警方在将军澳 不断发射催泪弹清场 一名22岁的科大男学生 尝试躲避催泪弹 结果从三楼跌到二楼 严重受伤 目前情况危怠 大批科大学生 昨天傍晚聚集在校园里 声援受伤男子 要求校长史维谴责警方 学省并不满意 史维的说法 强调媒体已经如实报导 学省坠楼的经过 为什么校方还要等候调查报告 没有采取任何具体行动 学省还质疑 男子坠楼后 警方一度阻止救护车 进入现场 延误治疗时间 校长就认为 这说法必须要有证据支持 史维一度想要离开现场 没想到群情起哄 受伤学省目前还在伊丽莎博医院 加护病房留医 有学省到医院探望 表明男子伤势严重 情况不乐观 警方事后派员到医院 跟进调查 了解男子伤情 初步怀疑受伤学省是跌倒受伤 没有任何刑事成分 因此警方暂时没有展开拘捕行动 有不少网民号召集会 为男子集气 祈求伤者尽快复原 香港刚刚经历血腥周末 暴力冲突持续升级 民间记者会再次控诉 警方滥用暴力选择性执法 还请来一群声称 来自前线的纪律部队公务员代表 指控警方不礼貌对待 多次阻扰公务员执行任务 甚至质疑政府 是否客观审视警员纪律 not only prisoners and social workers but firemen were being targeted while they were working this is why we hereby condemn the police for being unprofessional in handling conflicts neglecting the safety beings of other innocent citizens on site 民间记者会昨晚召开记者会 连同五名自称在入境处 海关和消防处的纪律部队公务员 强烈谴责警方恶意针对 其他纪律部队 尤其是星期六爆发的警民冲突过程 有消防车被催泪弹击中 消防员和警员一度发生肢体冲突 发言人强调 如果再次发生类似事件 不排除会有升级行动 呼吁警方不要以暴止乱 必须谨守克制使用武力的原则 专业执法 英国原任下预院副议长霍伊尔 取代博考出任议长 回头有更多详情 英国国会下议院前议长博考辞职后 谁会是接班人 如今有了定案 纪院呼声极高的原任副议长霍伊尔 星期一击败竞争对手布莱恩特 他承诺将会成为一名保持中立的议长 熟悉英国政治的人都不会对博考这号人物感到陌生 过这名控场一流的议长 请辞下台车后 随会是接班人 全程都在关注 英国国会下议院 星期一就进行了四轮秘密投票 从七个候选人中选出新任议长 结果早前就呼声极高的原任副议长霍伊尔 在最后一轮投票中 以325对231张票击败布莱恩特 Chris Bryant, 213张票 Sir Lindsay Hoyle, 325张票 两张票击败布 Sir Lindsay Hoyle has obviously secured more than 50% of the ballots cast so the motion before the house the question is that Sir Lindsay Hoyle takes the chair of this house as speaker as many as of our that opinion say I to the country no I think the eyes have it the eyes have it I invite Sir Lindsay Hoyle to take the chair of the house 能够成空跑出 成为新任英国下议院议长 霍伊尔承诺会保持中立和透明 誓言少除议会恶习 让下议院变得更好 I stand by what I've said I stand firm that I hope this house will be once a great respected house not just in here but across the world but once again I want to hopefully show that the experience as I promised I will be neutral I will be transparent this house will change but it will change for the better 霍伊尔2010年就开始担任副议长 是拥有22年资历的工党级议员 形式风格被视为较为传统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证实 美国政府已经向联合国提交通知 正式启动了退出巴黎协定的程序 成为至今唯一一个推出这个协定的国家 尽管报告显示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 不过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重申 总统特朗普的谈话 狠批巴黎协定对美国形成了 不公平的经济负担 同时特朗普也在推特上指出 美国在削减各种排放 增强韧性 提升经济和维护人民方面 引领全球 他们为此感到骄傲 所采取的也是现实和务实的举措 根据2016年11月4号生效的 巴黎协定条款 缔约方可以在协定生效日 三年后的任何时间退出 并在保管人收到通知的一年后生效 这也意味着 美国退出协定的程序 将会在2020年11月4号 也就是美国总统选举结束的隔天完成 中国海洋垃圾问题严峻 根据路透社报道 中国生态环境部指出 中国沿海水域去年被倾倒了总计 2亿70万立方米的垃圾 比前一年还要提高了27% 是10年以来最高的水平 当局指出 这些垃圾当中 大多被倾倒在长江和珠江三角洲地区 而这两个地区都是中国东海岸的 主要工业区域 环境部的数据也显示 海面上每1000平方米 平均都可寻货24公斤的漂浮物 当中九层是塑料垃圾 除了海面 海里和海床也同样可以看到塑料垃圾 不过中国生态环境部 海洋生态环境司副司长霍传林表示 虽然中国是最大的塑料制品 生产国和出口国 但这不代表中国就是主要的 海洋塑料污染国 巴西东北部外海近三个月来 不断出现油污漂流海面 超过200个海滩受到污染 巴西联邦警方透露 已经向国际刑警组织要求增援 扩大追捕范围 跨国揪出肇事嫌犯 巴西政府至今还无法确切查出 泄露原油的源头和地点 只能不断扩大搜寻范围 加强清理工作 当局曾经点名一艘挂着 希腊国旗的油轮 就是油污源头 表明有关船只运载石油 从委内瑞拉运往新加坡 这波原油污染从东北部海岸 一路漂流到南部群岛 坐头经保育区 严重影响当地生态平衡 当局还在估算经济损失程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月球行走再有突破 玉兔二号月球车 从月球传送重要数据回地球 详情稍后回来 中国今年1月发射 嫦娥四号火箭成功着陆月球 并出动玉兔二号月球车 在月球地面行走 传送发回许多重要数据 当局日前公布了 探探月球的最新详情 中国探月工程发布消息指出 玉兔二号在月球表面行驶路程 突破了300米 达到318.621米 当局表示 玉兔二号是在第11个月球日 恢复探测月球背面的工作 研究人员目前正在规划 月球车接下来的路线 目前玉兔二号坐落在 着陆起西北方向 全球环保意识逐渐抬头 推崇绿色健康生活 就连环保自然殡葬也开始变得普及化 奥地利维也纳殡葬业 拓展自然葬业物 把往生者的骨灰 装进可生物降解的骨灰盒里 再埋到树底下 随着年月流逝 骨灰和骨灰盒 都会化成大树的养分 回归自然 文也纳卡伦伯墓园提倡绿色殡葬 鼓励人们就算走向生命终点 也要回归自然 在这座墓园里绿树成荫 不见任何墓碑 也没有生者定时前来扫墓 却可以看见一棵棵大树底下 有个木色骨灰盒 等待自然化解 有些树木上 也会刻上往生者的名字 纪念逝去的人 阿拉伯半岛国家阿曼 为了纪念国家成立皇家卫队 日前在首都马斯卡特 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阅兵仪式 新闻最后一起尾随镜头 去凑凑热闹 我是王晶夜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